美国总统川普和行政当局其他高级官员走访了世界各地的美国部队 这是每年节日传统的一部分 川普在华盛顿城外的义尔特里德全国军医中心慰问了受伤的军人 他星期四下离开白军时对记者就是这样 川普说他到该处就是想向军人祝愿他们圣诞快乐 他说所有军人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人 川普定在第二天离开首都 他在位于佛罗里達州的海湖庄园倒截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抵达阿富汗 在圣诞节来临之前 给予当地的美国驻军带来惊喜 阿富汗战争是美国打国的时间最长的战争 彭斯副总统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之下 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是着陆 而在离开美国更近的地方 国防部长马帝斯在星期四访问了 古巴的关塔南摩湾海军基地的美军 这次的访问事先没有宣布 2002年1月 当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·菲尔德 在第一批囚犯从阿富汗被送到关塔南摩湾 后没多久访问当地